桃園市北区只有一所公立高工 缺乏公立商职学校 市府是规划要推动经国国中改制为高中 设立商业管理群还有普通科 而配合改制呢 预计要新建教学大楼 在新大楼完工之前 明年8月就会先招收6个班 方便学生来就进就学 在扫子化的影响下 全台学生人数有减少的趋势 不过桃園市经国特区的学生人数 还是逆势成长 市长郑文燦今天到经国国中 视察经国高中设校的进度 教育局评估北区没有公立商职学校 许多学生需要通车到南区就读 因此规划将经国国中改制为经国高中 增设商业管理群和普通科 经国高中的设置计划 那么已经教育部很快会核定 我们预定是明年先招生6个班 210个学生 6个班包括普通科2班 双语创造力班 另外商业科招生的是 国际贸易科跟商业经营科 目前经国高中设校计划即将核定 教育部渴望补助50%的经费 新建一栋五层楼的教学大楼 最快可以在112学年启用 目前先使用原来的校舍 那我们也先补助两个电脑教室 作为实作使用 预留以后发展的空间 高中部的部分 原本是希望盖40间教室 3亿5千万的经费 不过今天听取了学校的报告以后 我们会以学校实际的需求来扩充 让校教室可以多一点 经国国中的创造力只有班 受到学生和家长欢迎 未来经国高中设校后 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完成了创造力自由班的升学衔接 在新建教学大楼完工之前 明年8月招收的学生 将暂时使用经国国中的教室上课 明年8月招收的学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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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年8月招收的学生